再来探讨疫苗的安全性 嘉义这一名灵性神农奖得主 7月底的时候他接种第一剂AZ疫苗 隔了将近两个月的时间 他突然开始出现呼吸急促 没有办法呼吸这样的现象 送医之后被诊断是肺栓塞 历经五个多小时开刀 才终于幸运的减回一命 那由于他是没有相关病史的哦 因此怀疑是不是就是疫苗惹的祸呢 不过院方则回应说 因为这发病时间距离疫苗施打 已经有两个月了 因此初步排除跟疫苗的关联性 大概20公分 留下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印记 看着纱布底下 一到20公分的开刀疤痕 深深烙印在胸前 曾获得十大神农奖的嘉义东石 像养殖渔民零赌疫 还是鱼记犹存 实在没想到打完疫苗 疑似产生不良反应 差点丢了宝贵性命 刚斗完手术神情虚漏 躺在病床上 回想事发经过 零星渔民7月30号 在冬时卫生所打第一剂AZ疫苗 绝人16号晚间突然呼吸困难 甚至吸不到空气 紧急送到嘉义长庚挂急诊 医生诊断为肺栓塞 经过五个多小时开刀 才保住一命 我在回推十几天前 其实我一直就在那种喘气上 有一点就是 很急臭的一个样子 等到在9月25 当天晚上的时候 才因为真的已经身体受不了 而赶快到我们嘉义长庚 去做一个急诊的动作 平常没有不良事后 这回怀疑是疫苗惹祸 不过院方回应 引发肺栓塞的原因众多 加上渔民发病时间 和施打时间相隔近两个月 初步排除是疫苗导致 我们为接获到医院的一个通报 也为接获林先生 有提出要申请 疫苗接种救济的一个审议 如果我们有受到任何的一个申请 的话我们都一定会来 赶快全力来帮忙 是否因为疫苗副作用 还有待检验认定 不过往后日子灵性渔民 都得借由附件增加废活量 这鬼门关前走一遭 铁定谁都不想经历 这下一种的报道